各位好,港股今天整體走勢都是比較偏弱的 主要都是受到外圍影響 包括美股那邊來說,上個星期跌得比較多 再加上,今個星期是美國聯儲局議息會議 市場很擔心整個加息部份會有再進一步加快機會 甚至有部份投資者擔心在今個星期聯儲局議息會議後 隨即公佈會加息,令整體市況當中的一些科技股份的走勢 是非常偏弱的 整體上港股在上個星期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而且也成功修復了一百天線 升回到接近兩萬五的水平 當中來說,以一些內房股和中資的科技股份升得比較多 在上個星期升得比較急的情況下 今個星期以一個叫做有機會加息作為一個理由 一眾的科技股份都會比較緊要 譬如如今日來講 京東、網易、亞里 三個股份都跌超過5% 我相信現在市場對科技股份的看法 都是偏向一個悲觀為主 起碼看到市場繼續擔心美國的科技股會 很多時候都會拖落了香港這邊的相關的科技股份 再加上整體上 內地在監控一些科技股份仍然在接下來的時間會繼續發生 都會令到科技股有能彈、沒能升 亦都因爲因爲因爲港股在接下來的時間 要再升上去的話 就不可靠科技類股份 反而來說,就會看回一些金融類股份 無論是說本地的金融股 好像一些本地銀行 又或者是一個內地的金融類股份 無論是說內掩或者內銀也好 都會逐步逐步由低位反彈 究竟可不可以完全抵消了 這個科技股匯調帶來的壓力 這個就真是大家拭目以待了 我們都相信恆指在現在這個時間 雖然今天就叫做跌了309點 成交額就落到1243億 那不算是一個叫做見頂的形態 因爲都看到今天恆指跌回頭 整體的跌幅也不算真的很大 也只是抵消了上星期四部分的升幅 再加上今天來說 恆指跌到最低的時候 沒有失守回1月13日的頂部 以及也沒有失守到100天的二龍平均線 我們也開始逐步見到 就是20天線是慢慢地升回到50天線的水平 都有助後市逐步逐步回穩 甚至是港股的整體反彈的幅度 不是真正去到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那如果恆指在短期裏面 是能夠站穩在100天的二龍平均線 這個水平流上 那我也相信那個指數是可以逐步向著 25,900這個水平是盡發的 是的 還有一些最低的 我來講 周生日 在今後 有明星期五 也在Cilo 小明星期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